好 來看到呢 新國會到現在開議呢 已經是超過兩個月時間了 那麼在最近最新的一個民調曝光 這是一個網路聲量 新科立委的網路聲浪 你可以發現這個聲浪最高 就是國民黨立委許巧新了 那麼還有呢 這個韓國瑜院長 最近因為這個比較低調不受訪 目前是排名第三 那還有在民進黨的部分 是第五名的立委黃潔 說到許巧新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是風波不斷 那麼他在臉書上發文說 本來是要祝媽媽母親節快樂 但是很遺憾 他或許一點都不快樂 好 為什麼呢 他說最近每天都有人輪流到他家裡來騷擾 在他家裡附近假裝閒晃 但是事實上他手機不斷地拍他的住家 當時他的媽媽在幫他餵貓 從窗戶看到人無可認 打開窗戶跟他吵架 那麼其實他也一直提醒母親 不管別人怎麼做都不要理他們 但是媽媽說太痛苦對不起了 所以他特別在這邊 他也就說了媽媽對不起 母親節前戲沒能保護你 但是他也表示說我們沒有做錯事 好 可以抬頭抵修了繼續往前 好 就在母親節前戲呢 他也特別發這篇文章 因為現在呢外交部要告許巧新泄密 全黨上下都力挺許巧新來監督外交部的這個部分 這個金流那麼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在立法院的外交國防委員會 也會邀請外交部長吳釗燮就推動國際社會聲援 我國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執行 現況要來進行個報告 到時候呢藍委也會接力來發言 只是我們可以看到針對外交部要來告許巧新 好 這個媒體的張永璇怎麼說的呢 外交部違法列命在西安 請吳釗燮要不要先把300萬美金講清楚 台灣廠商有沒有公開 有沒有招標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妨礙公平競爭 好 現在說清楚講明白 我們請教張永璇 我要認為這個許巧新 許巧新列為空戰天后 我認為當之無愧 因為我認為他是打貪打腐的英雄 就是把這些許巧新 我認為我們這個社會 我們這個國家要多一些許巧新 因為就算只有一個許巧新 現在的貪腐太嚴重了 一個許巧新是不夠的 要有更多的許巧新 把這些黑鍋 黑暗面 貪腐面 貪污面 把它揪出來 一個許巧新哪夠 要多點許巧新出來 因為許巧新把這些掀出來之後 我看了其他的這些友台 一直打許巧新他家的房子 為什麼不去抓這個外交部 這個1000萬美金 3億台幣的這個不法的款項 是怎麼用的 那為什麼要去裂密 不能隱瞞違法 或者是行政疏失 不能因為這個樣 他們怎麼掩護偷渡 我認為這個方面 我認為很多的 就跟剛才主持人有提到的 這個民進黨這個政府多少貪污 你看看剛才寒濱講的這個陳水扁 也是要把這些錢把它 是不是要交回來啊 不是說只是把它做個特色就算了 他今天攤了那麼多的這些老百姓的血汗錢 多少年輕人好辛苦 多少的學生在工讀生在工讀打工賺錢 他們一攤攤了幾百萬幾千萬幾億在他們攤 那學生好辛苦 為了幾百塊錢在他們賺好拼命 是這個樣 你看我教了學生我都問他們 他們當工讀生啊 是這個樣 所以我認為是不是 這個多一些許巧新 另外一個就是說被監督了還貪 那不監督不更貪 監督了還在貪啊 你看看是這個樣 然後這三百萬美金到哪裡去了 這買的東西是有沒有公開招標 每十萬塊錢 因為三百萬美金是將近一億台幣 我們乘以三十二就是九千六百萬台幣 就將近一億了 我們十萬塊就來招標了 你這九千六百萬台幣到哪裡去了 是不是無鬼搬運法 偷天換日 好像蠻熟悉的 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這個錢一回扣一來 又選舉有錢了 所以為什麼選舉 我說奇怪了 民進黨每次選舉了之後 錢怎麼那麼多 怎麼來的 一選舉都發幾十億幾百億 這幾十億幾百億怎麼來的 都是貪人民的血汗權來的 你怎麼去講 怎麼看著讓人心痛 我們國家變成這個樣 都變成貪補 所以當初施明德 我們知道紅山軍 幾百萬的紅山軍 又是打貪腐嘛 就是貪腐啊 那不然施明德出來幹嘛 他是民進黨主席 民進黨的共主 是個地位相當崇高的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最新的一個現場的畫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徐曉星 那麼剛剛也發文了說 住家遭到偷拍 所以他現在也來到警察局來做筆錄 我們請教韓濱哥 他去做筆錄是因為他住家被偷拍 然後那個人的已經被他掌握了 那警察也有去跟那個男子做盤查 所以他現在就是要對他提告 所以提告完現在警察 請他去做筆錄 是 那他現在懷疑那個人 可能就是無良公關的人了 因為無良公關過去跟他的官司 在糾纏 對 所以他現在懷疑是這個人 那不知道是不是 那就看他告了之後 因為警方已經掌握那個男子的身份了 對 就到時候看這個案子怎麼進行 那我是覺得民進黨這個案子照理來說 本來不應該跟許曉星糾纏 可是他們就選擇在這個案子上去跟許曉星糾纏 我覺得極度的不治 首先假設外交部說的是真的 因為台灣處境困難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這種很奇特的迂迴的方式 就是我拿1000萬美金給捷克 然後捷克再拿300萬美金去跟台灣廠商採購 用這麼奇怪的方式 然後這些東西都應該要列為機密 那我就覺得奇怪 那第一個捷克為什麼完全不認為是機密 他為什麼自己就大淚淚的就把他跟著 對他就直接公開 而且如果是機密的話去年12月的時候 外交部為什麼會發新聞稿講這件事 那不是機密嗎 那你為什麼要發新聞稿講 然後更奇怪就是這麼嚴重的機密 他是直接給附件給所有的立法委員 113個人美根都有 這哪國的機密 這輸不過去吧 對啊莫名其妙 這麼機密的東西再來講應該是 甚至立法委員要來跟你所知的時候 你都要跟他講說 因為這四色機密可能會牽涉到我們外交處境 如果你要看沒關係 但是我們可能到一個特定的地點 你可能只能在你頭翻看 而且就看完就看完 你也不能操錄也不能幹嘛 就跟當年記不記得 疫苗合約的時候他不就這樣處置了嗎 講完還進去看了之後把他背出來 背給你聽 你應該用這種方式啊 你怎麼會大雷雷把每個立法委員 每人丟一份 這是哪國機密啊 然後我跟你說這是機密 對啊這不是很奇怪嗎 然後昨天最好笑 昨天還有人說你看打臉許巧欣 我在想怎麼打臉許巧欣 結果是那個我們委託那個什麼捷克伊財院的那個人 跳出來說 這個我們被冤枉啊 就是這根本就跟你們那個民意代表講的東西都不一樣 我們就是來幫台灣採購這些東西根本沒有任何不法 我覺得這算哪國打臉 因為他自己本身就當事人啊 你是被指控的那個人啊 我們懷疑你可能跟我們政府勾結 可能在從中去圖利某一些人啊 你今天有聽說過 比如說陳靜欣出來說 喊冤說都是後遺宅栽贓給我的 所以他打臉了後遺是這樣嗎 有這種事嗎 比如說今天台北市政府跟台志光在糾纏 就台志光跳出來說 都是台北市政府不對都是克文哲的事 那這叫打臉克文哲嗎 這打臉什麼沒有啊 他是當事人他只是在幫自己喊冤而已嘛 不就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就覺得 現在這些塔綠班的腦袋都跟醬糊一樣 昨天最好笑 昨天我在臉書上去嘲笑 就是4X貓 因為4X貓講說 這個很多電視的製作單位 都拿到了檢舉許小星 那個許小星去檢舉了信函 然後檢舉函上面居然有許小星的email 你有看過哪個檢舉函 會直接把檢舉人的email附上去了 你有看過這種事嗎 然後4X貓昨天還跟我說 說他看過好幾家電視台都是這樣 都直接附上許小星的email 那我就說 我在發臉書的時候就講啊 說4X貓你是在害製作單位嗎 你在害NCC嗎 因為NCC顯然洩漏個資啊 洩漏檢舉人個資 這是違法要判刑的 然後就4X貓還在那邊 在那邊閃了一副跟他無關的樣子 他說這樣害我以後也不敢去檢舉 然後更好笑的就是一堆無腦塔律班 就來說這是公開資訊 公開你個頭啦 什麼叫公開資訊你們搞不清楚啊 許小星有公開過他自己的email address 沒錯 但是問題是請問一下 他有告訴你他是檢舉人嗎 他沒有這樣講喔 你NCC可以去公布檢舉人的email address嗎 不行的喔 所以這些人連基本邏輯都不知道 然後還在那邊一直跳針法盲 我覺得很好笑 這些人自己腦袋一坨漿糊 還好一直去笑別人法盲 我跟你講4X貓這個東西捅大了 因為我昨天問過許小星 許小星說他一定會告NCC 而且凡是牽涉在這件案子裡頭的人 只要比如說那個造謠的溫朗東啊 比如說那些亂曝光別人各自的傢伙 他每一個都會告 我覺得很好 我鼓勵他告 要告就告到底啦 一個都不要錯過 因為他外號就是要送信蜜歡嘛 蜜歡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咬你咬到死為止 就這麼簡單 許小星就跟他幹了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啊 因為這些人我老實說 民進黨啊塔律班這些側翼啊 你跟他講道理是沒有用 你跟他溫良公檢讓 馬英九當年就溫良公檢讓啊 你看後面是什麼下場 對他們只有一個辦法 叫以戰止戰 告到他們以後不敢講話 不然的話永遠永無寧日 我估計啊 他們接下來還會繼續對付許小星 還有得騷欸 許小星加油繼續努力 是我們可以看到許小星也說了 繼續的勇往直前 所以他一定也會繼續的下去 詢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